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剧本 2008年的周郎定江东的吕布 吕布我感觉应该算得上是这个剧本里面最难的 我觉得袁绍都比他容易 为什么 因为袁绍他有内政型的人才 再加上相平这个位置 一手难攻 他只有一个地方 就只有一条路口 如果说他研究了那个同行战道的那个技巧以后 他可以有两个口子打进来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能够来打你的也就只有北平的这个军队 并没有来自北海 他是不可能从北海出兵的 太远了 甚至你如果说能够把在前期把这个北平拿下来 其实也是挺容易的 因为你毕竟你这个袁绍的这种内政型人才比较多 北平开局是没什么人的 你如果说能够在前期把北平拿下来的话 那么你更是只需要防守这一个口子 就是北平到南皮只有那么一个口子 他是这一个口子是北平就是从冀或者是从南皮打这个北平的这个唯一的路 唯一的路 所以说呃 其实呃 其实这个北平还是比较好守的啊 比较好守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来看这个呃 浦阳的话 那你可以发现就说浦阳他在前期几乎是无险可守 呃 一个原因就是说你会遭受到来自陈流和小沛 还有夜城 三重打击 另一个 比较要命的点就是你没有任何的 就是你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内政型人才啊 也就是唯一能够呃 唯一能够就是拿得上台面的也就只有张淼和成功 所以说你无法跟曹操消耗太久啊 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呃 没有办法就是说跟曹操打这个后期 而且 而且就是说在这个剧本里面曹操是一定会把周瑜跟刘备给灭掉的 也就是说曹操会集合三就是三家数 就是三国里面三家最强大的这个势力的绝大多数武将啊 所以后期会非常的非常艰难 游戏等级超级战死无啊 是寿命史诗 那么我其实我其实就是说觉得啊 这个剧本如果说可以SL的话 那么其实有两条思路啊 有两条思路 一个呢是我们速推陈流啊 速推陈流呃 或者是速推小配啊 不管是速推陈流还是速推小配呃 用到的都是一个方法 就是在这个路上呢 造一个太古台 然后呢进行单挑啊 进行单挑 只要我们把他给俘虏了 那么首先他这个队伍是消失了 其次呃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些呃 就是获得一些曹操的武将啊 当然除了这种夏侯敦巡御这种人没办法登用以外 像曹真月静藏霸 董昭雇这些人全都可以登用呃 更不用说小配的张辽 他是可如果说你把他俘虏的话 他可以直他会直接投降啊 你根本都不需要就是说带着他到处乱跑 你就直接点那个登用 他就直接就是投降了啊 因为他的亲爱武将是吕布 但是这个方法呢 他就是说比较靠运气 因为他需要用到多次SL 呃如果说不用SL的话 啊不是就说第二个办法就是呃 第二个办法如果说就是也是用SL的话 那么是可以把人啊都移动到这个高堂岗 就把高堂岗打下来以后呢 他平原他是不会呃 平原不会来主动攻击你 平原不会来主动攻击你 这里面呢就有一个优势 优势就在于我们顿秋港里面呢 有一台冲车 然后呢我们从高堂岗 出冲车到这个平原 是一个回合就可以啊 冲车一次能走三步 所以说我们当前回合 直接可以对他进行打击 那么他如果说出来 比方说把我呃晕掉 或者尾报回去 没有关系 我们呢除了出冲车以外 再出那种一兵在旁边进行火击啊 他把我队伍灭掉也没事 呃因为呢我只要队伍都回到高堂岗 那么他的队伍也会回到平原 他不会就是来追击我这个高堂岗的人 也就是说我基本上可以在短短三四个月之内 短短三四个月之内 我就可以把这个呃平原给用冲车给拿下 呃但是拿下平原以后呢 平原是守不住的啊 拿下平原以后呢 呃如果说就是运气好 这个时候曹操还没有从夜城出兵打我们的话 那我们是从平原直接出两支骑兵队伍 就是直接去打这个南皮 因为南皮的人呢 基本上没有任何呃 没有任何厉害的武将 所以说呢 你从这个地方出骑兵的话 只要三十天就可以到南皮 呃 梁草不够没有关系 我们在路上可以就是把他的军队给灭掉 然后呢把梁草给吸收进来 呃打下南皮以后 有一个好处 就是拿下南皮以后 我们离我们自己的盟友 这个袁绍呢 就又近了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来自这个北平的压力会小很多啊 呃 如果然后来自这个季的压力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就是呃 造一个太古台 或者是造一个镇 来把它给守住 然后呢 至于来自这个平原或者夜城方面的 这个部队呢 其实也很简单 我们只要在这里 给他造三个土垒 那么他就必须得绕道 绕道走下面 走下面的话就不止三十天了 走下面差不多要五六十天才能到啊 走下面这条路 因为你看都是湿地 都是湿地 他要走五六十天 走五六十天的话 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是造一个太古台 给他围而兼之 围而拒兼之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是呃防守南皮的一个方法啊 但是南皮要注意就是说 我们最外面的这三块地啊 尽量不要造那种就是比方说三级市场 或者是那种很重要的建筑 因为在这个地方造这种很重要的建筑的话 那他可以从水上打击到我们 呃 但是呢 这个玩法就是说 如果我们平原没有俘虏到任何人的话 我们相当于我们还是原来的十一个人 就呃 在南皮发展呢 也有点吃力 但是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至少到南皮以后 我们可以熬住前期的一波进攻 以上就是说两个我总结出来的就是呃 就是说用SL的时候可以呃 可以就是说打开局面的一个方法 呃 另外如果说不用SL的话 如果说不用SL的话 那我能想到的就是唯一的一个打法 唯一的一个打法就是结盟 结盟啊 呃 结盟呢 实际上他也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开局的话 钱太少了 然后我们又是跟曹操是险恶的这个外交状态 所以说呃 要结盟的话 需要轻善非常非常多的次数 呃 我开局的打法呢 我就说直接把这个吕布啊 我给他派一个一兵的队伍 就是我给他派一个一兵的队伍去骚扰 骚扰这个陈流和这个寿春啊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呃 然后呢 我我开始造这个黑市啊 我就直接造黑市 我其他什么都不造 因为浦阳我们肯定就是我们如果造市场的话太慢了啊 造市场太慢了 而且钱花的也太多了啊 你看我们吕布来到这啊 然后因为我们为什么让吕布在外面 就是说因为他不可能被那个呃 被灯拥嘛 所以说就比较安全 然后我们继续造黑市 你看这些人造黑市都是十个呃 都是十天啊 很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个士兵啊 全部都拉出去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士兵全部都拉出去 大概带个一一九九零 就是留个十个人 留个十个人 全部拉出去 全部拉出去 你看 我们拉到这 对吧 就是你可能很奇怪 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把这些士兵拉出去 就是就是把他们送死的 就是让他们去去死的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让他们去死 送死呢 就是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在城里面就是吃太多粮食了 那如果说我一旦能够成功跟曹操结盟的话 那其实有没有这一万人根本不重要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剧本跟曹操结盟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打法 原因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跟曹操结盟以后 周瑜和刘备没有那么快被消灭 虽然我之前说过他们会被曹操消灭 但是没有那么快 一般来说他们至少要一年半到两年 你因为你看他们的这个起始的这个人啊 是两万四啊 他并不是玩家 玩家玩的话只有一万二啊 所以说他们没有那么容易被消灭 那也就是说我跟曹操结盟以后 我就可以穿过曹操领地啊 带一支队伍呢 来伺机把这个刘备或者是周瑜的这个城给他干掉啊 因为他就一座城 所以说如果我是打最后一下的那支队伍呢 我肯定能把他人都收过来 对不对 那我能把这个周瑜和刘备的人收过来以后 那我基本上就对吧 我我我我想什么时候跟电脑解除盟约 那是我的自由 我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 但是呢 我经过这个反复的这种测试 我感觉就是我发现就是说要跟曹操结盟的话 至少得要至少得要花大概一万五千金钱 一万五到两万 一万五大概到一万八左右的金钱 所以我们现在这点钱是不够的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尽量去等这个市场价格 就是这个粮价给他变成一比三 这个时候我把所有的粮食给他卖掉 是最赚的 是最赚的 那么现在我就直接结束回合 然后他们会出来啊 为什么我要现在去骚扰他们呢 因为就是我发现我骚扰他们的过程 虽然说他会出兵来追击我 但是呢并不会影响外交啊 只要你不要让他的队伍啊 就是直接攻击到你 就没关系啊 再加上我们必须得骚扰陈流和寿春 为什么 因为你因为陈流他随时都有可能出兵打我们 所以说如果让他在我们这个外交变成可以同盟的状态之前 他就出兵打我们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外交努力就前功尽弃了啊 就前功尽弃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输送一个 我看看输送一个谁 输送一个政治最低的啊 输送一个政治最低的人 我给他跑到顿丘港 然后呢 接着我们继续用这些城内的人呢 继续去造这个黑市啊 继续去造黑市 你看都只要10天 这个旅灵起的部队呢 就让他在外面 因为这些人呢 反正他马上就跑光了啊 马上就跑光了 好 然后我们移动到这 对吧 移动到这以后 那他就又得回去了 对不对 他又得回去了 并且收穿这边人也会出来啊 旅灵起呢 我们继续让他在这带命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资金 还有粮草给运过去 粮草呢 我们留个40点 就是留个呃 留个10点粮草 留个10点粮草啊 留10点粮草 好 那现在的话这边呢 港口也会开始死人啊 他会开始就是人也会开始逃跑啊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这个冰粮价格已经变成1比3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直接卖 对不对 直接全部卖掉 这样我们就有一万一千的这个金钱 一万一千的金钱 接着呢 我们继续造市场 哦 说错了 造黑市 造黑市 那他们这边都断粮了啊 这就是我要的一个效果 我要的效果就是让他们全部断粮啊 我要的这就是我要的效果 好 然后我们接着继续造黑市 继续造黑市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花20天去造一个黑市啊 只要不要是超过30天 其实都是可以的啊 都是可以的 最后留一个位置造那个外交府就可以了 留一个位置造外交府 我们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继续造黑市 我们的履领起已经在外面挨饿挨了好两个月了啊 把它调到这里 我是想看看就是说有没有办法把小配的这个人给他引出来啊 有没有办法小配的人给他引出来 如果能把小配的人引出来 那就最好 我们现在造一个外交府 然后呢 再继续造黑市 30天不要去造 不要去造 你看我走到这里 我走到这里的话 就是他没有办法那个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攻击到我啊 然后这边也也不也会退回去啊 我就想看看小配会不会出来 因为小配有的时候会出来 有的时候不会啊 有的时候会出来 有的时候不会 我们继续造黑市 那么下一个回合 我们就可以开始呃大量的叫啥 我们就可以开始大量的那个呃呃呃进行外交的公式了啊 你看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他出来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陈流 对不对 回到陈流 然后呢 我们开始外交的公式啊 我们让让这个成功去我进行外交 一次要15点行动力啊 一次要15点行动力啊 虽然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万块钱啊 就是远远不够 我说的这个一万五到两万的这个额度 但是我们还会挣钱 所以这就为什么要造那么多黑市 而且港口也会挣钱啊 港口也会挣钱啊 我们继续 继续跟他 这个亲善啊 亲善到这个呃 友好 其实就可以呃 其实就可以那个进行这个叫什么 进行同盟的操作了 只是处在友好状态的时候 他那个同盟所需要的钱非常的多 就是呃 他基本上需要呃至少七八千块钱啊 所以说你相当于每每提高一级 那么他就呃 你每提高一级的话 那么他就需要的钱就少一点 啊 我们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差不多要七报八次才可以变成那个不合五次 六次 六次 七次 你看七次变成不合了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交上面的一个呃 胜利吧 是一个胜利啊 这时候让李林起回城啊 那他回城呢 是因为我想在顿秋港呢 稍微留个六百多人啊 反正六百多人也吃不了多少粮草啊 稍微留留着一点也没什么问题 也没什么问题 嗯 现在的话 我们继续 我们已经是清善了八次了啊 已经清善了八次了 我们继续找这个曹操进行清善的这个操作啊 糟糕 没有那个可以执行的武将他们都还没回城 他们都没回城啊 九次了已经啊 现在还是一比三的这个呃 比例啊 那我们可以把这些资金给他运回去啊 但是我们呃 不要就是我给他留个 留这么一点粮草好了 对 将其令其返回顿秋港 然后我们商人 留个我看看 留个一点点就行了啊 留一点点这个粮草就可以 对留一点点留个188粮草 然后我们继续去清善啊 继续去清善 现在是已经是九次了啊 已经是九次了 差不多在二十次左右的时候会达到一个中立的一个状态啊 中立的一个状态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曹操他会他在后期呢 他会就是离开这个呃 他现在在哪里 他会离开夜城他一旦离开夜城的话 那我们清善的日子啊就变就是就是所需要的时间就变成了二十天甚至三十天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跟他进行这个清善的这个操作啊 啊 那我们又是输出四次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外交外交公式啊 就是继续进行大撒币啊 那我们继续看看能不能就是变成那个中立啊 看能不能在十五次左右变成中立 有的时候是十五有的时候是十五有的时候是二十 好现在是十四次还是没有任何的呃 就是任何改善的这个迹象啊 那我们就继续清善 现在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十八次了啊 已经达到十八次了 已经达到这个十八次的这个清善的这个次数了啊 还要注意就是说一旦你的这个有些人的这个忠诚度啊太低了啊 你要把它流放掉 比方说如果说有人比方9293了 记得把它流放掉 你不把流放掉的话 如果他被曹操登庸的话 那么你们的忠诚度就会下降啊 把流放了以后呢 他再被登庸就不管我们的事对不对 就是现在的话 那加上我们已经派出去四次已经达到十八次啊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这个 呃 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中立了啊 变成中立了啊 差不多没有到十八次 十六次就就OK了 这边还是中立啊 先记住啊 次数是十八次 啊 那我们变成中立了啊 那我们继续这个去骚扰进行骚扰的操作 然后呢 我们目前还有六千多块钱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张苗 直接变成八十八的忠诚 直接变成八十八 后诚和曹兴变成了九十二和九十四 那么我们六千五的话 还能 还能坚持个十次左右 十次的话就是二十八 其实够的啊 我可以给他包上一下 我可以给他包上一下 但是我只包上这三个啊 只包上这三个 就是八十八九十二和九十四的啊 对 可以给他包上一下 不差这三百块钱 不差这三百块钱 我继续去 呃 清善 对 对港口里面还有一点点钱 等一下 如果说 就是如果说那个港口里面继续挣钱的话 我就 我就把钱再给他挪过来 就是等到钱稍微 攒多一点 比方9月1号的时候 我就把港口里面钱给他挪过来 现在是18次啊 现在18次 现在19次啊 如果说不出意外的话 25次左右可以变成友好 20次了 已经 但是他又给我释放留言啊 又给我释放留言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 呃 这些人的这个忠诚度又降低了一次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张描再给他包上一次 是吧 95的我就不管了 然后其他的呢 我就继续去清善 继续去清善 你看现在已经是 现在已经是那个 现在已经是23次了 啊 23次了 23次的这个清善了 但是提高友好23次还是不够的 21次 22 23 还是没有提高到友好 而且光刚刚刚刚提高到友好的话 也是没有办法就是进行同盟的啊 刚刚提高到友好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行同盟的 一定要就是说 再 再升几次 因为你刚刚提升到友好的话 他是哪怕一万金钱都没有办法同盟 然后就要注意啊 不能让他打到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非常小心啊 我们 我们往这个寿春走就行啊 往寿春走啊 不要跟他这个 这个 缠斗在一起 因为如果他起兵能追上我们的话 那他打我们一下就直接变成显额啊 直接从这个 外交努力全部白费 对不对 然后再看一下忠诚度啊 没有任何的变化 好 那我们继续去这个秦善 现在是23次啊 如果我没数错的话 应该是23次左右 我们到26次的时候大概率是会变成这个友好 大概率是会变成友好 变成友好了 你看24次就变成友好了 这是25 26 好变成友好以后要注意啊 就是千万不要等到他一个月的月初你去跟他接红 尤其是换季的时候 10月1号是换季的时候 如果等到10月要换季很有可能你们的外交关系会下降 会降级 一旦降级的话 那你的这个努力又白费了 那我们现在看看啊 如果说现在去同盟的话能不能成功啊 就比方说我现在就是直接去选择去同盟 给他 比方说不行 你看2900 不够对吧 给的钱不够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只能就是说继续去轻善啊 继续轻善 不要吝啬这点轻善的钱 因为呢 这个钱啊 就是说 其实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个钱呢 最后他省的 还是呃 还是你同盟花的钱 就比方说他友好到亲密的这个外交里面 他也有外交的等级的 每一个等级所需要的资金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当你快要到这个亲密的时候 就是你有好在有好的等级里面很高的时候 那么你所需要的同盟的资金就2000块钱左右就够了 但是当你等级很低的时候 要六七千才有才才有可能成功啊 你看 而且的话我们一定要用就是 呃 一定要用成功这种人才可以有可能成功 哎 鲁速到我们的这个 浮阳了 这 哎 这个居然能把鲁速给登用啊 这个是意外的惊喜啊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收入上上涨了 就是我们的收入变成双倍了 是双倍还是1.5倍来着 看看啊 1.5倍啊 1.5倍的收 资金的收入啊 呃 这样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可甚至可以把军师任命为鲁速啊 他92的智力 那我们把他任命为军师 呃 那我们现在的话继续去这个清善啊 继续清善 要不停的去清善啊 因为呢他如果说要全面出兵打你就说从这个小配出兵的话 大概率是要到明年1月份啊 所以说我们目前还有时间 陈流的话因为我们一直在骚扰 所以说陈流从陈流出兵打我们的可能性不大啊 如果从寿春出兵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寿春本来就距离比较远 他能到我们这儿 呃 就是需要比较多的时间了啊 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看看他们终成度没有任何人下降啊 然后继续去清善 让这个 我看看如果我看现在成功是不是在城内啊 如果说成功在城内的话 说不定可以让他试一下去同盟看看 对成功在城内啊 因为成功去找曹操同盟的话成功率比较高啊 啊没有 你看我把钱都给他 他都他都不跟我同盟 对不对 我把钱全部给他 他都不跟我同盟 那怎么办呢 那只能继续清善 对不对 只能继续清善 没办法 这应该是快30次了 我说说我都记不太清楚 现在有搞了多少次了啊 那我觉得差不多快要30次了 原来说28次2728次就差不多清密了 就差不多清密了 还是没有到清密 但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同盟的资金上升了啊 到清密了到清密了啊 那很好 那现在的话 我们去找他同盟就比较容易 但是呢也需要至少1000多的资金啊 因为他好像最低是1000多啊 最低是1000多 所以呢 还是我们 还是必须得就是继续去赚钱啊 继续赚钱 必须得继续去赚钱啊 看看啊 如果说马上到10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呢 他是会有一波资金的这个上涨的啊 所以说我们先等等啊 先等等 先这个时候先去探索人才赚点钱 对吧 先先等等啊 等10月1号的时候我们准时去给他同盟 还好我们能跟曹操的外交关系没有降级 没有降级 很好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有2000的资金了 对不对 我们去找他同盟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应该是没问题的 啊 你看1000块钱就行了 保险起见我对吧 我对吧 我给他 多给他点钱 对不对 万一就是 嗯 万一就是说 嵌入舍战什么的 对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了 但是保险起见 多给他点钱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跟他成功同盟了以后啊 跟他成功同盟了以后呢 就可以确保就是说 呃 就可以确保就是说 我们一定可以生存到这个呃 游戏的最后啊 一定可以生存到游戏的最后 好 你看我们成功递结为同盟了啊 那这个时候呢 呃 我们需要做的呢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派一支队伍过来 这个敦坑 敦坑这个 呃 敦坑这个周瑜啊 我们得立刻开始造一个兵营 或者是怎么样了 现在因为我们已经不缺钱了啊 已经不缺钱了 造一个兵营 我看看 糟糕 没有可供开发场所 对吧 一个是黑市给他搞掉啊 我们把黑市搞掉 造一个兵营 因为我们的那个军马还是有的嘛 我们并没有把军马给自我毁灭掉啊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就是用骑兵部队的啊 我们造个我觉得五千人左右就差不多了吧 搞个五千人左右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应该够了 刚才我可能也有点就是失误不应该多给他那八百块钱 因为亲密的话基本上他只要推荐他是不可能失败的啊 不可能失败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对吧 通过探索人才 挣 挣一点毛票 没有探索出任何东西 袁绍这个太远了啊 周瑜这个还行 不过我感觉 不过我感觉周瑜可能很快他马上就要被 他马上就要被灭了 我感觉他这个有个冲车在这 有个冲车在这 这个是有点尴尬 可能我们都来不及 也许我们就只能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就只能抢这个刘备的这个 这个人了啊 我们就等这个刘备 被曹操围攻的时候 我们去抢他的这个呃 成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因为你已经跟曹操结盟了嘛 所以说你就 你现在就是到处抢这个呃 抢那个成的最后一下就可以了啊 你跟曹操结盟了 反正他也不会跟你破盟 对不对 你就跟在曹老板后面打就可以了 把这个把他们这种人才都收到囊中 剩下的对吧 你只要能够把刘备或者是周瑜任何一家的 武将给他收收入 那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开始发展起来了 我们发展起来的话 首先肯定是先把这个刘从给他推掉 把刘从推掉以后呢 我们占据了这个呃 京香呃 就是叫什么京南四郡 那我们就可以朝这个呃 朝这个西川发展啊 甚至是你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 如果说你收集到人才足够多的话 可以在合适的时机 跟这个曹操破盟啊 呃 那我们就是这样的视频就做到这里啊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 然后呃 我们下期再见啊 谢谢观看